哇 突然之間 台灣怎麼會出現 另外一個勇哥呢 而且長得非常非常帥 二十三歲的楊勇偉 在東京奧運當中 為台灣的柔道奪下銀牌一戰成名 在領獎時 把奧運獎牌貼在臉上 模樣迷擋了非常多人 很多人都說 誰有機會可以成為楊太太呢 有人在二零一七年 勇偉拿到那個雅清的時候 就說這個孩子有機會拿奧運的獎牌 他就是柔道總會的副理事長 葉永中老師 葉永中老師為什麼他敢這樣講 因為第一個就像我們剛剛跟你提起的 不是只有我看到他的潛力 葉永中老師本身在臺中 所以他從小就看到他 就是他的表現 再來就是他拿到這個雅清金牌之後 進入的是臺體大 台灣體育大學 進入臺體大的時候 因為我們葉老師也是臺體大的校友 好像也曾經單落過 校友會的會長這樣 然後他就去跟華偉校長說 我們來一起來為這個孩子做規劃 他一定有能力為我們 臺灣拿下奧運柔道的獎牌 這個話才二零一七年講的 你看這麼近 結果一八年的時候 他們學校就規劃他去日體大 跟他的姐妹學校的地方 他一個人去那裡三個月 去學習 然後去在那裡磨了三個月 然後自己學日文 他說他自學日文 然後大小事自己來 然後他覺得這件事對他來講是好事 因為他必須要自己學習觀察 然後自我對話 我要的是什麼 好 回來了以後 二零一八年 他就在那個亞運會拿到了銅牌 那這一張照片就是 就是當下 這個我們副理事長葉永中老師 跟華偉校長 在那個二零一八年亞運會的時候 他拿牌的那個瞬間 那我們必須很感動的講 他自己永遠自己也說 他非常感謝葉永中老師 因為葉永中老師不是在經費上 願意資助他以外 我們亞運的時候 不是在雅加達嗎 葉老師自己花錢 然後去到那邊去看他比賽 然後我們二零一九年 在世界錦標賽 就是在現在的舞蹈館 他就是一個測試賽 葉老師也去了 所以他幾乎每一個場 大小場 他幾乎都會去為他加油 他對他就是有信心 這次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去到東京 否則的話他早就準備好要去 是 那最重要的是我覺得用 當然永偉是非常好的選手 我們都看到了 然後同時他的努力 我們也看到 但是沒有行政的資源 也不太有可能 對不對 所以當他拿到這個二零一八的 亞運的這個銅牌以後 回來以後又進入這個 所謂的就是培訓 那一九年的時候 他拿到世界錦標賽的第七名 雖然只有第七名 可是他的表現讓我們很積賞 一九年他又拿到大滿冠 大獎賽的第三名 最難能可貴的是一九年 你知道大滿冠在 歐萨卡在日本的話 他的規定是地主隊 一個量級可以派四個 這裡也是日本人 那裡也是日本人 他居然拿了銅牌 他居然拿了銅牌 所以在2020的時候 體育署以及羅道總會就開始 大概就是去做計畫 把他列為黃金計畫 也就是現在黃金計畫 到了二零二年 他有黃金計畫之後 他就有專屬的教練 專屬的黃護員陳馨毅 陳馨毅真的很辛苦 還有專屬的培訓員 他的哥哥 他的哥哥 所以這個計畫以後 讓他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去國外徵戰搶積分 那個時候文等老師 就他的教練 文等老師也覺得說 因為我們前面辛苦一點 我們把分數衝上來 讓我們衝到前八的種子 因為牽運 種子一定要先分開的 所以文等老師的這樣子的策略 其實也成功 原委在2021 因為我們回來以後不是疫情嗎 我們那個時候 這個這個 我也有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一張照片是 我們在疫情之後的最後一個 德國的那個大滿冠 在杜塞大夫 對在杜塞大夫 當時他在準決賽的時候 他在準決賽的時候 我覺得怪怪 因為我在那邊看比賽 奇怪 他怎麼把對方壓制的時候 他的臉色是不對的 那時候我就覺得不對 他不應該是這樣 他都是很積極的 後來我就到 趕快到休息室 因為結束以後 要進入決賽是下午的事情 我過去以後 黃富元 欣宜跟文等老師 我們就在討論 他應該是有挫傷 就是在過程當中有受傷 那那個時候就在想 金牌跟銀牌的分數是有差別的 那個時候有差別的 那怎麼辦 後來我們說沒關係 我們也不要勉強 因為尤其是要奧運為主 以奧運為主 我們就 好兩難 對 我們就決賽 棄賽 就拿到銀牌就好 就拿到銀牌就好 就是因為你感覺他的身體 有點狀況 因為他不是那種會挨的人 如果勉強去戰 是可能拿到金牌 但是受傷 而且你一旦受傷 你後面的訓練就沒辦法 沒錯 沒錯 所以那你就不就完了嗎 所以當時我們就開會就決定說我們棄賽 不要勉強 那當然臺灣很多觀眾在等 為什麼沒有比賽 我們都在等著看那個直播 後來我就先發訊息 他因為在前一場的時候受傷了 那請大家我們要寄望奧運 我們當時就這樣 我們要寄望奧運 後來回來不是二月二十八回來以後 臺灣就開始進入整個疫情 所以他本來有時候會去日本遺訓什麼之類 後來整個暫停 停了以後 我們那時候有點擔心 以我們關在家裡練 我們的對手夠不夠強來應付他 對對對 當時這個脫勢也有關係 因為柔道是屬於那個 你知道對手很重要的 你的對手強不強 你說因為他是一個超級國中生 看他沒有一個都是他的對手就是 對 但是那怎麼辦呢 不能出國也不能去哪裡了 那怎麼辦 後來我們就以我們現在培訓隊 有大概二三十個人 包括男生女生都有 那就是變成用用多一點的 再多增加兩三個培訓員去跟他 就是用數量去補那個質量這樣子 然後沒有想到他2021就開始又出來比賽 就是IJF開始又恢復賽事的時候 他就能夠拿到Master 就是大師賽的第二名 然後那個又有一個Grand Seaman 他也同樣再拿到第二名這樣子 那分數自然就衝上去了 就衝上去了 那那個世界警標賽當時 因為世界警標賽是六月份 當然是最後一個close的那個 後來我們講不要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疫情很嚴重 五月開始疫情很嚴重 就不要出去 那這個計畫成功 是讓我們說他們如果經常出去比賽 那談到楊詠偉 我們也不得不談林真豪 雖然他是第一次 他們兩個都二十三歲 林真豪在過去才拿到最高的 是2021亞太的第三名而已 國際賽只有這樣 但是他跟著楊詠偉 就是跟著這樣子的 因為我們都在家裡練 楊詠偉的那種氣氛 他就有辦法帶動其他的選手 不會摸魚對不對 就是他然後相對的也帶 真豪論自己有自信 或者因為他19的亞太是第五名而已 所以我也看見他的蛻變了 就是說他跟著這樣子的的人練習 然後教練 他們其實同一個 他們都是臺體大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培訓計畫 是讓他們參加很多大獎 在大滿冠 所以當他們在這一次比賽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們說你們會不會緊張什麼 我說我們常常來這裡比賽 好像就是一般的比賽 沒有感覺到他是一個奧運會 以前我們的選手 我們常常講 遇到日本就會刺手 然後遇到那個大廠就會刺手 結果不是 我們經過這樣子的一個培訓計畫 然後這樣子常常出去國際賽事 日本人也會被我幹掉 怎麼會害怕誰對不對